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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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我想記錄一點的生活片段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今年想做的小改變 大家看得沒錯 就算我們只住星期六日 也可以搞到七角那麼亂 所以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要去收拾 自從前年我挑戰早上起床之後 我發現原來早上的時光是很有用的 然後去到去年 我就想養成運動的習慣 不單單是為了減肥 還可以讓自己健康一點 說到做到堅持到今天 今年我又找到一個小目標了 究竟又想改變什麼習慣呢 等個人醒一醒就塗Skin Care 早前我開始接觸一個極簡護膚品牌 本身都是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態 只是用兩三個步驟 夠不夠的 但是用一陣子又真的OK 用完之後皮膚會很飽滿 很細緻很柔軟 你睡醒了嗎 媽媽出去買東西 兩位大爺還在睡覺的同事 我就出去買少許東西 本身是想著大單車的 但是下雨不太相信自己駕駛技術 來一個早餐材料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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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檸檸檬 我已經拍完一條Youtube片 拍了很多IG相片 現在可以做下午吃 已經不再是早餐了 我跟了依依說要今天吃 好漂亮 買到一個漂亮的牛油果 心情會很好 猜不猜到我現在在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自己做的牛油果醬 還有之前IG合作的一個娛樂非常好吃 啡菇牛油果醬多士配藍莓娛樂Smoothie的brunch就完成了 他終於起床了 沒錯 我換了一套西裝來吃這個brunch 不是有靈的西裝 Jopa你吃什麼 有包包吃是不是 蛤 加筍麵包是你不認好的 蛤 這個精心炮製的牛油果醬多士 外面是很貴的 知道 今年我是嘗試一個月找兩天去吃素 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吃太多肉 我是吃肉獸 總之無辱不歡 搬到這裡之後就更加了 宵夜吃 打火鍋 燒肉 不停地吃 覺得自己負荷太重了 所以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嘗試吃素 然後我又不知道自己怎樣可以堅持 我設定好兩天 很普遍的初一十五 沒有任何宗教和迷信的角度 純粹是想跟朋友說 我初一十五吃素 那些朋友就會盡量避開那兩天去約我 所以不會是那種 明天吃也無所謂 例如我選逢星期一吃 然後就說明星期二才吃素 初一十五好像很正規 大家都不敢去動 所以令到自己去到第三個月 我還堅持到初一十五吃素 本身我自己都很擔心 嘩 吃素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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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只想到豆腐和枝竹 但其實吃素有很多選擇 後來我會發現 只要花一點點心思 例如做了一杯藍莓的乳酪 整件事都很夠飽 然後我希望今年 再除了一個月兩天 慢慢循序漸進 可以一個星期一日 我最終的目標 對我來說很大挑戰 我真的超級喜歡吃肉 雞翼 牛肉 海鮮 我超級喜歡吃 不過我試了這三個月 吃素那天 整個人好像有清一清的感覺 心理上和心理上都有這種感覺 所以令我繼續繼續做下去 還有自己做牛油果醬 塗多少都可以 這個牛油果很大 而且很漂亮 依依選得超好 我們一個人和油果醬都這麼多 對呀 嘩 你看 你的樣子 矇到 你睡醒了嗎 我們跑去那裡 1 2 3 我們放完後回來 大家看看 初陪已經在休息了 走完就睡 太爽了吧 趁今生在洗碗的同時 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早在用的護膚品 我發現品牌的理念和想吃素的原意 非常相似 他們就是來自韓國的Mano King 用了一個半月 終於可以分享了 其實是由Mino和Skin Care結合而成的 而Mino是解極減 減少的意思 他們的概念就是減少非必要的成份 只是保留皮膚所需要的營養 而有多簡單 就是他們總共只有三樣的產品 就已經可以做完所有護膚步驟了 而且它也是純素天然無動物測試 不採用動物成份和有害的化學物質 這個系列的主要成份是棉花和鈦 鈦大家都知道 抗衰老非常重要的一個成份 對皮膚很好 然後原來棉花也是一樣的 我也是第一次聽護膚品裡面 是有棉花的成份的 然後這個系列他們有豐富的棉花碎取液 保濕能力是非常之強的 然後性態方面他們有分兩種 第一個是做到改善皺紋和增強彈性 然後另一個是提亮膚色 所以不要看少很簡單的步驟 其實它已經很全面地幫助我們保護皮膚 做到護膚的功效 洗臉他們有這款高效保濕潔面泡沫 一擠出來就已經是泡泡了 給大家看一下 是非常之軟滑的 不是說極度堅挺 實滴滴滴 也不會說很容易就已經是稀流流水流流的 是很軟的 洗臉的時候是覺得很舒服的 完全沒有磨擦的感覺 好像有一個棉花球在你臉上滾滾滾滾滾的 有這麼風型的泡泡不是來自化學起泡劑 而是用了甜菜鹼做一個天然的界面活性劑 洗完臉之後是很舒服的 不會乾乾燥燥很辛苦的感覺 還有它很溫和的 它的pH值是接近人體 所以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 下一個步驟就是這支高效保濕亮白精華 大家今早都會看到它的質地是非常柔質的 但你會感覺到它裡面有精華水的感覺 它裡面的成分有87%棉花花碎 保濕度非常好 裡面有全民酸性態 有維他命B3 可以幫助調理肌膚的紋理 亦可以提亮皮膚 所以用了一段時間後 你會覺得皮膚飽滿了 然後提亮膚色的通透度是好 這個我真的蠻喜歡的 它完全沒有負擔感 用起來是很舒服的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這支高效保濕緊緻面霜 看到包裝的時候我是耳貓取cream 都是覺得lotion而已 誰知道第一次用的時候 就感受到它的滋潤度是非常足夠的 完成了三個護膚 step之後 你會看到皮膚不會覺得有一種 差點東西未塗 不夠的 還要塗多一點的感覺 沒有的 專利pacti成分 可以改善細紋 促進膠原蛋白的生成 亦可以強化肌膚屏障 用完之後 雖然它有滋潤度 但一點都不會焗 不會不舒服的 是很柔滑的 在皮膚吸收完之後 是沒有負擔感的 所以我覺得這套護膚品 是很適合一些喜歡極減生活的朋友 或者是預算沒那麼高 不想買太多瓶瓶瓶瓶瓶 也不知道哪支打哪支 怎樣用的時候 它非常簡單 三支就已經完成了整個護膚步驟了 而且用起來一點都不勉強 我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是感覺到它是有效保濕 有效的滋潤 介紹完之後 我才發現這隻狗 喂 有沒有這麼睏 你睡得像皇帝一樣 在床的正中間 怎樣 我比你有一點點平衡力 你也打算睡著了嗎 我不是 我打算蓋一蓋皮而已 然後呢 然後 閉目養神 哈哈哈哈哈哈 早前呢 我不是買了一支抗皺的噴霧嗎 然後呢 我在家裡找到一件梅菜衣 讓我試一下 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這件衣服沒那麼皺 少少都好啊 好貴啊 這支東西成五百多元 啊 意外發生了 剛才不小心 扇手掉了它在地上 然後呢 它是可以的 看不見到梅菜的位置呢 全部都平了 但現在呢 它噴不到啊 我不知道我嘴哪一道弄到呢 這個是第二次的 接著我掉爛了 幸好它不是玻璃 沒有掉碎 所以都還可以用到的 我只要找另一個瓶 應該沒問題的 因為很多很多朋友 都想看一下我的review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用 所以呢 我就決定剛才拍一拍 就發生了這個意外 時間一轉 就來到晚餐了 本身是想著自己煮的 一個青醬蝴蝶粉 但是我買不到青醬 所以都是出去吃 這個意粉呢 是番茄蜆肉意粉 我就叫了酒蜆肉 餐廳非常之好 它覺得我太寡 所以它幫我加了雜菇 非常非常之感動 今生吃的是明太子意粉 我自己想吃素 不用逼它 所以它喜歡吃什麼都無所謂 不知道大家對於 Mano King的護膚品有沒有興趣呢 因為它是剛剛引入香港的韓國品牌 可能大家對它都還沒有那麼熟悉 所以我很認真做了一排白老鼠 幫大家去試一下究竟它好不好用 我覺得它是做到簡單 省時間 而且足夠的基本保養 成份重要是天然純素 武動物測試 是非常之不錯的 我是挺喜歡的 用來的感受也是很舒服的 它們現在正在做一個 買二送一的優惠 買任何兩件產品 就會送回一個 貨裝size的保濕潔面泡沫 當然就不止優惠了 我還和大家爭取了一個 超級豐富的give away 獎品是有整套Mano King的護膚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想參加記得去Instagram那邊看一下 一起感受極減護膚生活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 今年我的一個小改變 又或者可以給了一個小目標自己 由超級無敵食慾獸 慢慢一個月兩日吃素 希望可以堅持不要放棄 最終一個星期一日 未必是正常的 但希望日子的數量越來越多 令自己身體負荷不太大 症狀和酸鹼值可以平衡 也和大家介紹了我最近用完都很喜歡的 這套Skin Care 高效極簡潔症美容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所有資料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沒有什麼目標 或者有什麼小改變想做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錄近收音 逢星期日到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